距离中秋节还有两个星期 居家烘焙业者已经在赶制订单 但有业者说 今年的市场竞争激烈 生意不如去年 为吸引顾客业者 研发了多种口味的月饼 来看记者蔡可汉的报道 蓝色蝶豆花 斑蓝椰奶 椰糖尖锐 龙珠果 这名居家烘焙业者 为今年中秋 研制出多种口味的燕菜月饼 其中淡绿色的斑蓝月饼 最受欢迎 虽然原材料价格上涨 业者并没有打算抬高产品售价 另一名售卖传统级冰皮月饼的 居家烘焙业者 目前一天赶制十多个订单 他预计中秋节前一个星期 每天可接三十四十个订单 但这个数目比起去年低 为吸引更多顾客 业者制作了十种口味的月饼 其中五人口味最受顾客青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